大家好,我是河一 上期说到人类迎来二连败 人类一方的小次郎则主动迎战 竞技场变得像大海一样 只有中间有个舞台 有些神明都已经猜到下一场会派出谁 等大门打开时 海水源源不断涌了进去 波赛东水浇一塌 海水的颗氛围两边 变出一条路直达舞台 如果说周四是全宇宙之身 统治整片海洋的智慧大人 正是海洋统治者 仍称管理海洋的周四 其名为波赛东 无论是神明还是人类都安静地看着波赛东 联络机都吐槽来了一位比奥丁更开不惜玩笑的人 观众喜上的神明都好像很惧怕波赛东 代表人类一方的小次郎坐着船出场 输掉了比赛还是以最强为目标前进 死后人一步步地成为最强见识 死上最强的败者就是这位左左目小次郎 观众都觉得这位老爷爷不可能会赢 供本无障的儿子也为父亲打包扑平 小次郎没有理会自一身 从背后缓缓拔出剑 就在碰到地面的一瞬间 众人像是感觉到了什么 连神明都纷纷有些吃惊 原本汹涌的海浪竟然平静了下来 供本的儿子还不以为然 收上的五人书突然就被切碎了 供本说已经不需要置中东西了 其他剑士双眼流泪 因为小次郎才是所有剑士想达到的境界 也就是天下无双 人神大战第三回合 波赛东对上左左目小次郎正式开战 双方一开始都没有移动 战神以为两方是等对方攻击后再反击 思焰一处立刻被摩斯嘲笑 因为他清楚波赛东 只是把他踏入攻击范围的虫子打死罢了 小次郎深吸一口气后率先出击 没等见碰到波赛东就被吃穿胸膛 但只不过是他脑中的想象罢了 比赛才开始没多久 小次郎在脑海中已经被杀死死八次 波赛东明明动都没动 背后却传来强大的压迫感 看着难以进攻的小次郎 十三妹说波赛东不愧为奥林鄙斯十二身中的最可怕 女武神借着机位和他解释 在过去的奥林鄙斯众神中 其实和女武神一样有十三位 会变成十二位 是因为其中一个神被波赛东杀死了 被杀死的神名为阿托摩虚 但并非宙斯的那个追踪心态 而是宙斯和波赛东的哥哥 在非常远久以前 身为老儿的阿托摩虚 因为不满弟弟波赛东继承最高神位想谋反 解放了被封印的泰弹神和巨人族来造反 阿托摩虚找到波赛东让他加入自己 波赛东却连正眼都没看着哥哥 爱说这种人竟然是我哥哥 真不像话 阿托摩虚连都黑了 替翻桌子来邂恨 给机会让波赛东再说一次 波赛东还是没看着哥哥 是让阿托摩虚更加火大 只见波赛东站了起来拿起武器 神不群聚 神不图谋 神不依靠其他人 大雄一开始就是完美的存在 眼前的家伙却全部都出翻了 波赛东开始吹口哨 自彻彻底底的嘲讽 让阿托摩虚瞬间暴怒要杀了弟弟 阿托摩虚陷入会议 波赛东从出生开始 一次都没有和自己对上演 就在哥哥第一次 也是最后一次和弟弟对上演 收伤的三叉集直接吃穿了哥哥 也是从那天起 奥林比克的身边成了12位 肖次郎见对方根本没把他放在眼里 竟然淡定的做了下来 影片开始就是肖次郎的过去 他比赛从未赢过一场 年轻时因为懒散的态度被视为累赘 面对前辈的指责 肖次郎都是傻笑敷衍 对方人出目见表示要改正他的懒散 肖次郎瞬间认真挡下攻击 还和对方打得不像上下 但在手中的木剑被打飞后 肖次郎立刻表示认输 自举动让前辈谴责他算什么战事 一位男人及时出现出口阻止 和兄长说肖次郎没有剑术天分 留在这里也没有任何意义 师父问肖次郎刚才为什么马上认输 肖次郎表示就算再比100场 也是不可能赢得了对方 师父听后没多说什么 在场根本没有人注意到 肖次郎这位剑是真正的本性 他吊在树上思考该怎么去胜 睁开眼就看到一只兔子 便开始跟着模仿兔子的动作 在那之后也没去道场拜师 而是拜大自然为师 肖次郎开始吃肉来增加肌肉 像野兽学习战斗时的呼吸方法 每当他落拜时 就会追求胜利的方法独自学习 自也证实他的才能 就在半年后 肖次郎再次出现在道场 身材却像变了另一个人一样 众人都差点认不出他来 前辈让肖次郎和他过招 肖次郎却所谓的打败对方 已经在脑中打过146次 无需再打 自化气的前辈抬手一刀 却被瞬间秒杀 在现实中却只是被肖次郎抬手听之 肖次郎是来和更强的人对战的 这一次回来就是要和师父久违的交手 师父想都没想就答应了 深吸一口气发出强大的气场 肖次郎不但没害怕 反而是满脸笑容 在那之后又从道场消失了 自身一人在深山独居 就在多年后 师父自身一人来拜访小次郎 虽然他已经双眼失明 在进门的瞬间却看到几个飙心大汉 这一切都是小次郎那热腹一热的艰苦修炼 为了打败大家 共花了四年九个月 周围都贴满曾经打败对手的名字 却不是为了向他人炫耀和竞争 而是单纯的为了要变强罢了 师父摸着墙上的巨大刀横 明白小次郎已经超越了自己 师父这一次来的目的 是想推荐他到某一处指导建树 小次郎心灵好意的拒绝 因为智里已经没什么有趣的事情了 所以打算离开智里 他没有明确的目的地 只是他像一场不断落败的旅程 小次郎就这样连战连败 却没有停止挑战强者 不断寻找更强的对手 连连败北的他没丝毫气馁 脑里不断想着该如何决胜对手 在历史上直到严牛达的决斗 完全没有小次郎的记录 就是因为他不断落败 只为了成为最强的监视 也让史上最强的败者诞生于世 小次郎虽然不想临便当 但这一次喊认输应该也是徒劳 居然这样就只能战胜眼前的对手 小次郎一个跳跃高高挥起刀 用浑身的力量往下挥 波赛东轻松夺过 倒因为惯性不可能立刻停止 但小次郎无数的落败经验 让他还有个特别的招数 一招厌反差点就砍中波赛东 这一招让波赛东终于和他对上演 共本回想和小次郎的战斗 他也是被小次郎的厌烦砍伤的 见小次郎有些失利 波赛东主动靠近对手 手里的三叉即像狂暴波涛不断突刺 小次郎只能不断地一只三臂 他并非像亚当一样能看到对手的攻击 而是因为有经验了 从波赛东出伤的走路方式 到呼吸眨眼等微小动作 小次郎已经借此在脑海想出波赛东的身影 并在脑海中和他对决了好几回 还视线模拟了一千多种对手的攻击方式 如果说亚当能做出最快的反击 小次郎就是最快的预测 无论对手的攻击有多强多快 小次郎都能预测并多散 这便是他的能力千手无双 波赛东的攻击一下都没打中对手 生命们都不禁感到惊讶 波赛东微微一笑 开始吹起口哨 小次郎赶紧预测他下一个动作 没想到这一次却比想象中更快 来不及防御就会吃上腰部 小次郎忍着剧痛艰难战其身 握紧手上的刀准备再次迎战 众神兴奋的高喊波赛东的大名 不断喊着神中之神 波赛东转身一撇满脸斜着不爽 吓得众神立刻安静下来 生怕对上眼就会被干掉 小次郎让他坦诚接受同伴的声援 波赛东却还是高高在上的样子 说神明打从一开始就是完美的存在 是不需要同伴的 小次郎听后低下头 封刺神明看起来是可悲的存在啊 波赛东听后蹲了下来高高跳起 如同雷雨般的攻击不断往下打去 准备一口气干掉眼前的人类 速度快的只剩下残影 小次郎在战斗中也不断进化 一次又一次通过预测挡下攻击 挥出一刀后预测对手接下来出现的位置 没想到波赛东却出现在身后 从死角位攻击险些刺中对手 小次郎再挥一刀又被波赛东躲过 波赛东展开更为猛烈的攻击 小次郎宛如陷入无敌的深渊一样 奋力往上游成功适应鲍鱼般的攻击 一边躲避一边接近 差一点就砍中波赛东 小次郎将剑反过来窝着 又一次挥向波赛东 结果波赛东又出现在身后 小次郎来不及反击就被打断武器 看到失去神气的小次郎 人类一方都觉得已经没有胜算了 但小次郎却没有打算放弃 窝着断刀看向身后的公本武藏 根据二天纪的记载 不守时的公本让小次郎感到焦躁 气得他把刀笑丢进海里 但真相并非如此 只见小次郎和公本戏穿吁吁 面对实力强大的公本武藏 小次郎知道在打下去必死无疑 却完全没有认输的打算 毕竟结束如此有趣的战斗 简直是人生的一大损失 感受到小次郎的觉悟 公本也准备进行享受这场独命对决 两人互相过招了几分钟 小次郎用硬反砍上公本的左眼 从他们满足的表情 只看出强者之间的享受 公本在下一集砍中小次郎 虽然还想继续却只能到此为止了 这便是公本和小次郎过去的对决 小次郎转过身 拖着受伤的身体慢慢靠近断刀 便走便问波赛东各种问题 捡起断刀窝在手上 因为这把剑壳不仅仅是剑 而是一群愚蠢男人的信念 经摸断刀说什么也不能输给眼前的生命 二姐的两个人格同时出现 重新练造让断掉的神器变成两把 看着手窝两把剑的小次郎 波赛东还是一念不屑 十三妹不仅松了一口气 还以为大姐是早就预料之情况 才把二姐交给小次郎 没想到女武神也只是碰巧误打误撞 两人省惜一口气后继续过招 二刀流的小次郎速度明显更快 一次又一次挡下攻击 连工本的儿子都在一瞬间以为是父亲 而且小次郎不只是用普通的二刀流 还有师父的小太刀 心应流如流水般的步伐 一刀流的破坏力和剑圣的千变万化 波赛东很快就被砍上连颊 上神门都惊了一下 小次郎并非独自一人战斗 连续给波赛东造成伤害 再用二刀流挡下攻击 这并非模仿或效仿 而是剑士们寄宿在小次郎的灵魂里 属于小次郎的二天眼流 等结束回过生来时 波赛东已经被砍得遍体鳞伤 人类也再一次看到希望 波赛东摸了摸胸伤的伤口 把头发往后移放 眼神满是沙翼 蹲下的瞬间肌肉变大 世界来个兔子砍上小次郎的肩膀 小次郎立刻拉开距离 却还是被下一击砍伤额头 波赛东已经不打算用小手段 而是直接用力量正面对决 小次郎用前手无双来预测攻击 却还是太勉强来不及躲避 波赛东360度将小次郎困住 速度快的残影形成了一个球体不断突刺 小次郎拼了老命挡下攻击 一刀砍向波赛东却又被他绕后 就在要被打中的瞬间 小次郎像是沉入更深的海底一样 一只手拍了拍小次郎的肩膀 过去的剑士们都围绕着他 转头一看才发现所有人都在为他打气 手里不断重复着回答的动作让他别放弃 在众人的剑士精神下 小次郎越战越勇 终于成功停下波赛东的攻击 嘴里大喊自己也想要赢 小次郎就像是觉醒一样 无论是波赛东的动作 还是空气和地面的微小震动 事件万物的要素都被小次郎所预测 让他从千手无双进化成万手无双夺过攻击 面对干财还躲避不了的攻击 受了重伤的小次郎已经能完全预测来到波赛东面前 就在所有人的目光下 小次郎竟然砍断了波赛东的手 周围的一切变得很安静 波赛东用另一只手握着断手来攻击 却也被小次郎砍断 不服输的波赛东用嘴巴吊着武器 就被小次郎两刀砍中身体 嘴里的武器也掉了下来 就在波赛东不服输的表情下 身体四分五裂倒了下来 人类终于迎来第一次胜利 先进传说第三回合 由左左目小次郎所获胜 面对这个不应该发生的结果 所有神明都只能选择沉默 看着波赛东的肉体回归宇宙 打完一场硬张的小次郎体力透支 二姐化回人心借助了她 看到姐姐没事 十三妹不仅松了一口气 女武神却神情严肃 毕竟他们离胜利还差六场 在另一边的宙斯房间 几个神明聚集在一起讨论干才的败贝 不得不稍微认可人类真的很强 所以神明必须抱着相应的决心来对付他们 势婆立刻说要在下一回合上场 却又一次被宙斯叫停 他并非要耍任性 只是希腊神欠下的人情 就该由他们希腊神来偿还 势婆听后也只好作罢 很快便要迎来人生大战第四回合 竞技场竟然慢慢利息许多建筑物 重现了19世纪英国伦敦的街场 还是有人类一方所提出的要求 只见一位男人从农屋中缓缓走了出来 人类的表情似乎很惊讶 因为这名男人的出现 让住着300万人的伦敦陷入恐惧的深渊 是恶人中的恶人 人类史上最著名的杀人魔 有开场所支撑的杰克 人类看起来不太满意杰克作为代表 反观神明一方 是能撤手空拳将熊丝和地狱看门拳压着的勇士 曾经突破12到4年 一半人半神竞技为神明的正义死者 名为赫拉克雷斯的自为男人 正义的神明对上邪恶的人类 究竟会打出怎样的火花 以上便是《总模的女武神》 第一季的内容 请敬请继带下一集 我是何一和为其走进动漫的世界